好的朋友们我接下来兑现承诺了 接着开三盒我们这个日版的PCJSV4A年底的闪光黄金盒 几天前第一次开的那三盒 我开出这张男人裁判啊 真的非常的吓人 这三盒我都是在日本原价买的啊 但是加在一起也有人民币1000左右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这个视频 给我回回去啊 这次挺好玩的 有一盒是没速封的 一盒有速封 还有一盒是这个盒都没有的 我们先来拆这个连盒都没有的啊 SV4A里边最珍惜的两张卡 是我们的奇数SAR 以及我们太金化的闪光喷火龙的SAR 五包五包给大家看 头五包啊 看看会有什么好货吧 哎一张我们的S闪 狐刀将军啊 这张也要20多块钱呢 哎另一张S闪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只宝可猫 狗仔包 头五包结束 接下来五包啊 还是告诉一下不了解的大家啊 这一次SV4A呢 反而AR卡比较稀有 一整箱里边呢 可能只有两到三张AR卡 说实话开这个日版PCJ都开了快一年了 基本上就没有开出过很贵的卡啊 我也希望他在年底可以给我来一个强心针 让我能够明年继续给我们日版PCJ消费 啊 你叫我们S闪的炎蒂啊 大家看一下这张S闪的炎蒂超级帅气 看来这个盒不是双高盒了 接下来就是这盒的大货了 为什么是鸟啊 你在搞什么呀 我正式宣布啊 所有宝可梦的属性里边我最讨厌飞行戏了 反正我们小时候管这只宝可梦叫做笔雕啊 现在那个宝可梦的官方语名叫大笔鸟了 我觉得还是笔雕比较有意思 这包应该是没有双高了 我服了 今天到最后不会真的给我来三张大腿宝可梦SSR吧 我真的承受不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开这个有膜的这盒啊 投五包 你至少给我一个人物吧 看看啊 太吓人了 退坑吧 我开出第二张高盒也是一只鸟类宝可梦 一张我们超能燕驼的SSR啊 再加上我们前两天开出这个怒鹰哥啊 我已经开出这弹的三只大腿鸟类宝可梦了 真的不要再给我出现鸟类了 好幽默呀 开不出男人就开鸟 我感觉男人和鸟还是有关系的 看S闪吧 好的 啊 这张S闪 几几龙啊 这张自然很帅 结束 可以 今天三盒开了等于没开 你说他这样的话 会不会最后一盒给我一张起诉啊 我整个一个鸟类的宝可梦的道馆馆主啊 啊 一张S闪 又是鸟 为什么呀 我们的嘟嘟力 我真是无语了 老大的指令 好难看呀 一张我们吃猴霸的S闪 这个日版PCJ肯定是针对我 怎么会这么飞呢 好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盒啊 那个没有诉风的一盒 不要再是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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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会是什么吧 投五包啊 日版PCJ 你不给我出SAR我就退坑啊 有的时候就是要威胁一下他们的 还没有 哎 啊 又是鸟 完蛋了 完蛋了 嘟嘟 一张嘟嘟的S闪 完蛋了 完蛋了 我有不祥的预感 现在还有五包啊 宝可梦不是有张卡叫六鸟人吗 我今天说是那个六鸟人 朋友们 三盒啊 一千块钱 看看今天是否归零 最后的五包 要不要这样 嗯 PCJ你不做人啊 三盒 三盒单高 大推宝可梦 你就这么对我 胖可丁的一张SSR 可以 PCJ啊 你就这样啊 我们今天在此正式宣布退出这个 你还 你S小 给我胖可丁 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退出这个日版PCJ开卡 这个黄金包咱们再也不开了 除非你们把这期视频点赞超过两千 我就没什么原则 真没了吗 我真服了 大家不要再买这个黄金盒了 不要再买这个黄金盒了 太夸张了 一千块钱秒变十块啊 朋友们 我觉得他们三个大哥简直在羞辱我 那这期视频结果就用我们的鸟类宝可梦跟大家说再见好了 鸟类宝可梦怎么说再见 好的拜拜 千万不要再买日版PCJ了